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出那是一个类似政变时候的一个截图 他的那个名字土耳其总统有人翻译 我们就翻译为恶多刚好了 恶多刚 对对对 在台湾是翻译成恶多刚 那他的大标题写的是恶多刚的报复 小标题这边有写 就是这个政变 还有他的整个政变失败的这个过程 不过因为这个东西我想土耳其离台湾比较远 所以我们会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封面故事的内容 我今天比较想先挑出来谈的是第四十八页 有一篇跟刚才奉心在谈 我想不管得意为什么表现比较好 其他点也有关系的 就是工业物联网 工业物联网这个题目 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他的小标题写的是说呢 恶多刚总统所做的所为正在摧毁土耳其用生命捍卫的民主 那所以他整个内容呢 我们summary来说呢 他就是提到说 这一次土耳其总统恶多刚发起的清洗行动 就是挤压政变的这个行动 波及了六万多人 那整个程度之深打击范围之广 令人联想到美国在伊拉克主导的灾难性的肃清社会复兴党的活动 那7月15号发生的这个土耳其政变 有很多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因素 背景的因素 那有两件事经济学人认为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在整个过程之中 土耳其人民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然后数百人牺牲 反对党尽管对恶多刚也很不齿 但是他们依然选择跟政府站在一起 那对所谓的军事政变采取抵制的行动 那这个总统是一个有缺点 有伊斯兰倾向的强人 但他们认为比第五次军事政变要来的好 另外第二个可以确定的事情 就是说呢 恶多刚的所作所为 他们认为 金玄认为也正在摧毁土耳其用生命捍卫的民主 那他因为他宣布国家进入至少为期三个月 三个月的紧急状况 超过六万名士兵被逮 数千名的警察 法官 检察官被解职或停职 还有学者 教师 公务员 尽管有少数的证据证明他们跟政变有关系 但是其实这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那世俗主义者 库尔德仁和其他少数主义 在恶多刚支持者的阴影之下 开始感到恐惧 这场清洗早已超过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 恶多刚是在计划他自己针对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政变 如果这个力量不被限制 他会把国家带入更深的冲突和混乱 这又会转而对土耳其的邻国 包括欧洲和西方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这是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故事 大概的一个summary 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呢 是在第十八页 他谈的是工业物联网 他用了一个名词来形容 叫The Great Convergence 就是大融合 然后小标题呢 这一篇文章因为有提到中国 他是用全世界的角度在看 中国在这个全球制造业物联网的连结上面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其实物联网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在十年之内 你家里的家用电器 包装货品 服装 医疗设备 和各种各样的商品 都有可能通过智能的晶片 接入互联网 必把具备感知和信息分享的功能 能够呈现出来 尽管出现了所谓像Fitbit 这种运动手环这样的热销产品 但消费物联网的进展很慢 然而工业物联网的发展速度 其实是比消费物联网来得快很多的 那作为全球第一大的制造大国 中国在引领这场改革之中 占据很有力的位置 也正因为如此 GE通用电器 最近宣布在上海设立所谓的Digital Foundry 就数位创新港 这个中心会帮助中国企业 为工业物联网开发商品 并投入商业的使用 这类产品包含各种能够相互交流信息 并从周围环境获取数据的工厂设备 还有工业化的产品 这个市场的规模 可能会远远大于消费物联网 那中国大家都知道 拥有数百万家的工厂 机器设备更达数十一台 与此同时 中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电子设备 包含很多的传感器 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 这将共同构成工业物联网的支柱 不过中国政府却希望 这个国家的制造基地 能够尽快的升级 中国的这个联网设备数量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加 市场研究公司IDC 他们就认为 中国各类物联网设备的 整体市场规模 从去年的1931美元 已经增加到2020年的3610亿 咨询公司爱德森也认为 到2030年工业物联网 会帮助中国增加 7360亿美元的GDP 那G1的新中心 其实这个中心 其实他们之前在巴黎 也开过类似的 这个中心一定程度上 是为了吸引企业 使用他们公司的 叫做Predit 这个工业物联网的专用软件 这家美国公司 已经跟中国的东方航空 还有中国联通两大国有企业签订的协议 本周还会跟华为建立合作关系 不仅G1看好中国工业物联网的潜力 西门子也是这样 这家德国的巨头 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活动 专门推销西门子自己的技术 另外HP Honeywell Honeywell 还有Cisco 这些美国科技巨头 也都在前后蜂拥的进入中国 但中国企业也都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中国移动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数位创新坊 中国移动称之为 蜂窝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中国移动的总裁李悦 希望这个公司到2020年 能够通过物联网创收1000亿元的人民币 联网设备能够达到50亿台 中国企业还具有独特的本土优势 三一重工2008年 开始在他们自己公司的厂房 使用物联网的设备 他们所有还将传感器安装在挖掘机 就是挖土机还有启动机上面 以便通过随时的监控 增加施工的效率 这个公司还对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展开了分析 作为这些项目的负责人 何东东表示 跟跨国企业不同的是 三一重工知道如何生产 符合中国国情的平价设备 它所谓的中国国情 指的是工人技能通常较低 工作环境比较脏 而且经常超复合使用设备 这里引出了另外一项 中国的本土优势 外国企业或许拥有更好的产品 但中国企业常常能够生产 物美价廉的产品 今年6月华为参加开发的 Narrowband IoT 就所谓的载评物联网 被认可为全球化的标准 对华为进军物联网市场 有很大的促进 使用这种新协议的设备 它是采用廉价的传感器 耗电量相对也比较低 不过中国要在物联网领域 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还是有三个障碍 首先受到本土和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 企业根本就没有力量 没有财力去负担这些设备 接入云端 但三一重工的何东东认为 经济增速放慢 对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是好事 因为这会迫使低端的竞争对手 离开市场 第二个障碍 中国工厂的科技化程度 不如欧美企业 所以如果要采用计算机控制的 生产和自动化设备 可能会令一些企业望而却步 最后还要面临标准的问题 尽管已经制定了 这个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尽管已经制定了新的 这所谓的载频物联网协议 但仍然缺乏全球化的统一标准 就像如今已经无处不在的GSM协议 帮助欧洲在移动通讯技术上面的领域 超越其他国家一样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IHS的分析师就认为 中国监管者的推动 加上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 都会帮助本土标准 主导全球市场 其他地区的企业 无论是汽车 机器人 还是云计算公司 都有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与此同时 消费者也在继续等待 他们希望电冰箱有朝一日 能够主动跟超市取得联系 自动帮你补齐 你短缺的食材 甚至可以把货送上门 电冰箱跟超市来联系 好可怕 不过当然那个提的是 消费物联网 它现在的整个的重点 其实是放在 工业物联网的部分 虽然经济学人提到了 现在中国大陆 在发展工业物联网的时候 可能遇到的一些 一些可能障碍 可是其实整体来讲 他们是非常看好 中国大陆在工业物联网的 发展的对不对 这让我想到我前两天看到台达电的董事长郑重华 他说他认为中国大陆的2025制造计划是会成功的 然后今天的消息是提到 因为大陆媒体就有提到说 现在iPhone7不是即将要推出了吗 可能9月12号或9月16号 现在传闻的时间不一 那么可是看到大陆的 核硕 它其实是iPhone的很重要的组装厂 那么这个核硕呢 他在大陆的 招工状况非常的冷清 那核硕的董事长 童子贤的回应是说 因为他们已经用机器人了 当然 机器人并不等于物联网 可是他其实是物联网发展的方式之一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郑重华的观察 或者是童子贤 他的回应 都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其实要用智能化 智慧的智 能力的能 用智能化的工业发展 来取代中国大陆的人力制造的优势 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台湾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要 其实你说物联网 大家已经越来越熟悉这个名称 我觉得没有 我真的有碰到很多的大学生是不知道的 对 台湾的物联网相关产业 比较偏向像自动机械化 对 机械化手背这一块 但是因为 太没有了 就是这看法太没有了 对 就台湾在这一块就硬体的设计这一块是蛮强的 但是在软件 还在晶片互联网连结这一块相对弱一点 那中国为什么很多人看好它 因为大家我们前面在节目中谈到很多次 中国的互联网铺设 就像它的高铁跟高速公路一样 已经算真的是铺设的蛮 蛮 就是齐备的 因为它是跳拉式的发展 对 那加上就是说它整个互联网的应用 这两年经过两创的推积 其实各种商业模式的突破也出来 而更重要的就是我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中国我们会看到 它这几年透过资本市场培养了一些 大型的拥有融资平台的这个大型机构 所以相对它在一些标准 或者在一些导入一些互联网上面 它就敢砸大钱 因为你要搞互联网是要搞砸大钱的 最后一点最重要就是政府政策愿意去推 愿意去支持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在说 中国好多几万家什么机器人园区 几万家自动化产业的什么政策 其实这是政府推 然后民间动 那整个公路啊 那英特别铺设好 它就会有机会了 所以他们有融资管道 有筹资管道 有筹资平台 然后民间又敢砸钱 然后政府又推动 所以你说它的这个工业物联 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放在消费物联网 因为消费物联网其实还需要 很大的一个公共基础建设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呢 其实是在工业物联网的部分 至少经济学人是看好的 对不对 他这里面提到的一个窄屏 跟刚好我们的一般网络的宽屏 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窄屏它的频道很窄的 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它反而 它的感测方面的相关的耗能 反而是非常低的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tun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蛮画龙点睛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认识 就像风信制造是宽品 其实来中国久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制造业 我们确实曾经看不起它 因为台湾做的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档的 比较高价的 比较高端的 但是你来久了 你会发现中国这些制造业 厉害在哪里 它可以做出消费者勘用的东西 所谓勘用就是说 我不要那么好的 我只要中等性能的 但你给我便宜一点 中国制造业擅长做这个 所以这个宽品的协议 也是异举同工的概念 就是说 我不要做全世界那么高大上的 所谓的宽品物联网 华为推出来的协议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是适合中国这些 比较脏的环境 然后这个本身的knowledge 比较差的工人去操作的 他们够用了 那这个协议其实对于一些 所谓第三世界就堪用 它把它取名就叫做nanoband 所以这个减法的供给学很重要 有时候我不要用 我不要一下子 我就哇 帮你想象说 你要这里面十项全能 二十项全能 不用 你现在就是想要用这五项 对不对 好 我提供六项给你 我五加一嘛 就你最需要的五项 我最多再多加一项给你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堪用就好 对不对 堪用 这个其实也是 就是台湾其实在很多 这些思考逻辑上面 是要要注意的 然后 好 接着再来 这一次的伦敦金融时报 你要挑选的 的文章是 对 其实这两期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伦敦金融时报 都在追这个最新的并购案 那其实 现在 全税科技的最新的并购案 就是Ryzen跟Yahoo的并购案 一个美国的 北美重要的电信业者 并购Yahoo 这样 对对对 那Yahoo当在台湾 去对台湾的影响 是比大陆来得深的 因为到现在 Yahoo期末 我知道它还是 很好 还是 台湾第一的入口网站 对 但是它的标题 是拨了一盆冷水 它的标题是用party Like it's 1999 主要这个party 看起来好像1999年 因为1999年的时候 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前 全世界也是有一波大的 科技企业的收购跟并购 小标题它是写说 不过还好 起码 Ryzen它够大 能够足够承担 它犯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看得出 轮延金融时报 其实是有一些 negative的看法 就它对这个并购案 不看好 文章一开始 它提到说 这么代价高昂 而且没有意义的并购案 最终成为 Yahoo近年来 自我放纵 再一次衰落的力争 你看 写得非常直白 2013年 代价高昂 毫无意义 天哪 我的天哪 好 OK 2013年 Yahoo曾经赤资 11亿美元 收购所谓的图片网站 叫Termia 最近这项资产的价值 被剪计到 只有4亿美元 从11亿变4亿 如果聪明的话 刚收购Yahoo的 美国电信巨头 Virion 其实要记取这个教训 昨天 Virion证实 将以48.3亿美元 收购Yahoo的互联网 搜索还有电流业务 Yahoo将与美国在线 Amerika Online 合并 那所以这家公司 在上世纪90年代 是另外一家 网络的巨头 在去年也被 Virion 以44亿美元 收购 所以他们现在 都是属于Virion 那Virion 希望面向企业 营销人员 打造一个 仅次于Google 还有Facebook 的优秀的数字 广告平台 从而为这家 移动和固化的 这个企业 陷入停滞的 电信公司 带来活力 不管Virion 押注的是什么 这反正不算 这反正不算 豪赌 这个企业的市值 现在是2300亿美元 而美国在线 Amerika Online 和Yahoo 加起来不到100亿美元 那两者合并后的 竞争对手 Facebook和Google 的市值之合 是8500亿美元 Yahoo肯定会 感到耻辱 因为他曾经 自称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 最大赢家 如今却在 维权投资者 围攻之下 不得不迅速 卖身 他的业绩曾经 只是增长频频 但上个季度 开始变得可怕 因为他下跌了20% 然而对于一家 被嘲笑为 实际上 一文不值的企业 技术 这个集团 370亿美元的 股权价值 大部分是因为 他拥有阿里巴巴 还有Yahoo 日本的股权价值 接近50亿美元的售价 对于Yahoo而言 是奇迹 毕竟 试图从政 在线业务 同时又想处理好 亚洲这些投资 已经在过去几年 把Yahoo搞得精疲异精 科技企业 现在所处的环境 其实不像 令人兴奋的 上世纪90年代 那么宽松 看看最近社交网站 Likin 还有Microsoft 以260亿美元 匆匆收购的事实 这个价格远远低于 Likin 曾经达到的最高价值 Microsoft Verizon 这些大型科技 和电信集团 凭借他们年金式 就是Pension房 是逐渐流进来的 现金的这个 业务模式 肯定拥有吃掉小鱼 小虾的现金流和实力 然而他们并没有证明 他们的企业愿景 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企业愿景 绝不只是根据经验 去用想象的 因为这会像是一个 狂欢的party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Verizon的并购冒险 也可能跟Yahoo的并购 一样 没有好的下场 还好 Verizon 目前看起来 倍是够大 他会拥有更多 犯错的空间 等到有一天 他犯错犯到 不能犯的时候 他才会明白 其实科技的并购 不像想象的这么美丽 所以他不看好 这个并购案 看起来是这样 科技业的变化 速度常常是 非常非常剧烈的 那么Yahoo 曾经大到是 他既可以并购Google 也可以并购脸书 他当时要并购Google 的时候 他开出的价格 是11亿美金 其实只差一点点 这个Google 其实就要卖给他了 可是现在Google 的市值加上脸书的市值 是8500亿美金 当时Yahoo要并购脸书 跟并购Google的时候 他所开出来的价码 各11亿美金左右 这样子 那现在两个加起来 是8500亿美金 你看那个时事的变动 有多大 其实就在这十几年间而已 那配合这个新闻的话 今天早上苹果 公布他最新的财报 其实我必须说 你如果单从国家 这家公司的获利来看的话 糟透了 就是他的这个获利是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7% 然后他的营收 其实是减少 只有减少15% 可是他获利减少27% 可是他盘后的股价 却大涨了7%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公布的同时 他公布他的这个App Store 就是他专门卖那个线上的那个App的一些很多的这些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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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收模式 他这一部分成长19% 所以苹果很可能会从硬体的销售智慧行动手机的一家公司 可能可能重点会放在他的App Store的这个销售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 对 所以科技公司随时在转变 怎么转法 这个要常常听这个学文提供的很多新的讯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次经济学人的中国片有几篇 总共有五篇 其中一篇是我们刚才谈的工业物联网 我也把它归在中国这里 所以另外我们还有四篇 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好 每个礼拜三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都会带来国际上面一些 这个重要的一些文章 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因此看到很多的趋势 或者我们不曾关注的 尤其是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些角落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虽然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中国片 刚刚提到五篇 那其中工业物联网的部分 刚已经细谈过了 那剩下四篇的内容是 那另外的话 在中国版 第四三页这边有一篇 谈的是香港政治 我想很多听众可能过去对于 经济学人很喜欢针对香港 去做一些追踪 也有些厌烦 但这一篇因为它谈的是一个 整体的政治现况 我觉得跟现在稍微有点悲观的两岸关系 也有点可以对比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可以细谈 那另外在四四页第二篇 中国版第二篇 它谈的是南中国海后的情绪 那它下的文章标题很有意思 它是写 我的国家主义 或者我的民族主义 你不会忘了吧 那它这个所谓的我 其实是用习近平的角度 它就说呢 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 那个南海的仲裁之后 中国的一些情况 那经济学人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它里面举了三个事件 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跟菲律宾的外长阿瑟 在最近在亚欧峰会的一个对话 还有中国的海军司令 去访美国海军作战部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副参谋长 在最近一次军事论坛上面的几段谈话 他们认为 北京在南海仲裁之后 它的军政要员 竞相对外表达非常强硬的立场 那中国的军队也开始有些动作 包括从轰6K 到其他的战机巡视南海 到大规模的封锁海域 还有海军演习 以及中国可能设立 南海空中识别区的这些消息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中国整个官方 被允许表现民族主义 但是反过来 军事论员发现 民间的民族主义则被压制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 民间也有一些抵制 菲律宾香蕉 美国iPhone 甚至肯德基麦当劳的活动 但很快就遭到新华社 人民日报的批判 被定性为 非理性的爱国主义 所以文章最后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讽刺 他就说 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 包括他还提到说 以前习近平父亲 最喜欢读的一本杂志 是叫炎黄春秋 也被关闭了 所以他就 经济学员就说 我终于知道 原来 民族主义的定义 是要我说的算 不是你说是民族主义 就是民族主义 这是中国现在 他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可是学文 你不觉得他也在 希望这个 整个所刺激出来的 民族情绪 能够冷却下去 因为他们要控制局面 现在整个南海的 那个 急剧升高的态势 现在是很快速的 往下压 因为包括菲律宾总统 其实现在要跟中国谈判 而且比较 比较 态度其实是相对轻忠的 然后美国 你看到他的最新的情况是 他跟王毅对话的时候 绝口不提南海 他只谈相关争议 所以华盛顿邮报 也讽刺凯瑞说 我们现在最新的南海政策 就是绝不提南海 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 我都觉得现在 三方都要冷却这个态势的 态势是还蛮明显的 对 外交归外交了 各自了 对 那我们另外还要再谈的是 在财经版第56页 这个其实对于 关心资本市场或财经界 能肯就很清楚 就是今年 全世界最大的IPO 要出现的是 中国的邮储 就是台湾类似邮局 他其实在 12年已经改这边的银行 但是呢 经济学院是用一个非常讽刺的标题 负面的 他说这是一个摇摇欲坠 浮肿的银行 但是他却是今年最大的IPO 那文章内容大概有提到 就是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说他一开始经济学院认为 很少有一个机构 成立不到10年 它的估值却超过500亿美元 那而且这家公司是成立于2007年 它是一个类似大型的银行 但是它已经是这两年 即阿里巴巴以后最大的IPO 那跟其他项目不一样 它的招股书强调的不是它的营运 而是我的规模好大 虽然说它设立才9年而已 它却是从经营已经超过20年的邮局 分割出来的 目前为止 它仍然是中国乡村地区 唯一可以新来的金融机构 尤其对于中国很多的对外 出外打工的农民工 他们都是透过邮局来汇款 目前在中国 它有4057个分行 或者是支点 覆盖了中国98.9%的地区 拥有5亿零500万个客户 几乎每三个人就超过一个人 它是有邮局户头的 其实跟台湾很像 但它的经营绩效很不好 资产报酬率只有0.51% 其他银行平均是1.1% 甚至它的前任行长 在2012年被捕 上个月死于后生之中 无论如何 经济学员认为 邮厨预估能够在9月挂牌 上市前已经吸引了像UBS Swissbank 还有加拿大最大的腾讯方认购 去年也有腾讯和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投资 基于它的客户基础 还有只有39%的纯代币 所以如果它能跟腾讯阿里巴巴的新科技结合 然后加上它的客户base 或许它会给我们眼睛一亮的情况 不过大家要拭目以待 最后一天是在Books and Us 这一次他推荐了两本书 在62页 因为他觉得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悬案 就是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是什么人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两本书呢 第一本呢是写中国的CEO 习近平的崛起 那这一本书呢很特别 它主要是用教皇 他觉得习近平他的执政的方式 很像教皇 在教化他的教民 一直洗脑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本书呢是另外的看法 第二本书写呢 他是认为说 其实习近平看起来是比邓小平 更像毛泽东的信徒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习近平好奇的话 其实这两本经济学院推荐的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可是都是认为习近平 其实偏向比较 比较集中权力的 强势的 这个基本上 大家好像已经有共识了 是啊是啊是啊 听说他最近跟李克强的不合 又端出台面了 是啊 然后我们今天要稍微细谈的是 第四十三页 谈香港的政治 他主要谈的是说呢 The force is with who 到底就是警察力量 到底是应该跟谁同在 然后他的小调底写的是 对于这块土地上 警察的公众信任力的下降 其实预示着香港政治的凶兆 那文端开始他提到说 香港长期以来 被全世界认为 他的示威是最和平的 他的警察是很有能力 去控制这样的场面的 但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 一向令香港人尊敬的香港警察 已经因为他们需要服从的是 中国中央政府 而导致这三万三千个警察 被批评沦为政治化 而在中国大陆 警察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的政治立场 所以这个情况 也是难免会被大家质疑的 香港廉政公署的一个中立 中立性也开始饱受怀疑 廉政公署 我们电影看过很多 尤其是廉政公署 最近有一名高层调查主任 被调职 那后来自己辞职 引发公众的疑问 官方的说明子 这个人叫李宝兰 他的能力不好 但不少语论认为 他真正的缺点 是因为紧盯着梁振英 私下接受五千万港币 一案 穷雖不舍 梁振英办公室否认了这件事情 那文章还说到 对大陆的批评者而言 香港警方已经越来越 受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左右 2002年 受到中共遏制的法轮功分子 其中有数个信徒 因为在香港中联办外 打坐 念经 被判阻碍罪名成立 但上诉之后 得知 因为上诉法官认为 被告无构成阻碍的行动 所以没有宣判 2011年 当李克强仍然是副总理的时候 他访问香港 警察费尽力气 把他跟示威者隔开 今年人大委员张德江 访问香港的时候 又在顾及同事 那文章也引用香港大学 民意研究计划中心的数据表示 从2007年以后 香港的警察在公众心中的名望 逐步下跌 经过2014年的雨伞运动 更从回归的差不多75% 现在只有21% 警察名望报谢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雨伞运动中 对示威者采取暴力 另外 警方在雨伞运动期间 还出动了停时 只对黑社会分子的 所谓反黑组参与行动 这些警察其中有7个人 就被电视刚好拍到 在角落拳打脚踢 被反绑的示威者 曾剑超 那警方事后呢 还拖拖拉拉的研制 一年后才愿意交出 自己的这些警察同袍 接受法律审讯 这对警察本来就恶劣的形象 本同拨了自己一盆脏水 另外 警方在铜锣湾书店中 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 也遭到社会的评级 也有甚至文章还指出 明显涉及政治因素的书店 五个人的失踪案件 警方却交代给一个 失踪人口组跟进 而不是一个权力更大的反黑组 而后者可以跟大陆人员联络 进行划进的罪恶犯 犯罪调查 那香港人普遍相信 中国的触角 已经深入香港的每个角落 铜锣湾书店其中一个人叫林荣基 从他返回香港之后 他抱怨常常遭到人家的跟踪 有些支持雨伞运动的刊物 报刊 声称遭到黑客 还有其他方面的骚扰 香港政府在7月14号规定 所有参加9月立法院选举的人 必须签署一份确认书 承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用意显然是对付一小处 但声音越来越大的所谓港独支持者 文章最后提到 在如此不安靠的焦躁氛围下 其实只会孕育出一代 更倾向于警察和警察正面对抗的示威者 而警察本身则预料 自己会越来越容易成为 示威者暴力发现的对象 今年2月 香港警察在旺角 需要使用紧棍胡椒 喷墨 甚至枪响两声 来驱散无牌的小贩发生的示威者 中国归咎 这是分离分子的所为 但经济学院最后认为 公众对政府逐步上市信心 其实只会增加香港这款土地 动荡越来越大的风险 所以他认为香港的警方 一开始可能选错边 站错了执法的方式 所以使得信任度降低 那这信任度降低 又会使得他的动荡 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而这个不信任感的冲突 可能会更严重 对不对 对 不过警察真的很难 本来就是啊 对啊 站在中间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次 那个义营的ATM 自动会员机被侦破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非常兴奋的 我的兴奋其实也还来自于 就是我觉得警方 就是我认为维持国家秩序的警察 其实是需要尊严的 他们也需要成就感 那我觉得这一次事件 带给他们很大的尊严跟成就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 唉 我们 我们的警方执法 其实已经很温柔了耶 我觉得就是 跟美国比的 跟全世界很多国家比 都温柔很多好不好 你去跟现在的贝贝兵警方比看看 他们现在 对啊 跟法国警方比看看 你就知道 他不是只有跟美国比啊 美国警方是很凶的啊 跟全世界比 都温柔很多啊 对啊 嗯 好 不过这个当然就是 跟一个国家的信任感 有很大的关系啦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丁雪文带来这几篇文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